小晨 主持人好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拉了钱 拉了三十来 你听到我说了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是小晨吗 主持人你好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 广州 我是停解了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的现场 拉了钱 回答我 来 这是我的厂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晨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你心电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晨你真的拿了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晨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亭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始去接亭姐的时候 亭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前排 但是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了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子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亭姐 亲了他 而亭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晨 他当方面说 小驴万亭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亭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亭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 亭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 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亭对于古大风 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晨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晨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自己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 我更不想说他 小晨 你站出来 你既然能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单方面的事情 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 是喜欢你的 古大哥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先别说 他可以不接受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自然让他让他 让他出来 我问你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 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晨还是姓他 我姓小晨 你姓小晨